Hello 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到我的频道 胖城海的球鞋生活 今天很高兴又可以为大家带来一起新的球衣开箱 那么最近没有什么鞋子发售 所以入手了两件新的球衣 大家已经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一件是我们的诺威斯基 一件是我们的科比 那么在正式进入球衣阶段之前 还是想呼吁大家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频道 喜欢我的球衣开箱视频 或者喜欢我的这些签名的收藏 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这两件球衣大家已经可以看到 其实旁边的这件科比 跟我之前给大家做过开箱的那两件黄色UDA发的 是一模一样的版型 都是我们的PC 也就是我们ProCut这种球衣球员比赛用的版本 并且还是球员本人穿的尺码 那么这个球衣跟之前两件有什么区别 主要就是他们的发售来源不一样 之前两件都是我们机构UDA发出来的 这件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待会也会给你们带来一小段我入手的经历 那么我的右手边这件是诺威斯基的球衣 大家都知道诺威斯基已经打完了 人生最后一个赛季已经退役了 所以其实这件球衣我也一直在找 我就想收藏一件诺威斯基签过名的球衣 所以这件球衣我也觉得是挺有纪念价值的一件球衣 那么好,现在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球衣开箱 我想先从我们的诺威斯基这个球衣开始 但是在说球衣之前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这件球衣是我们的Fanaticas 也就是其实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NBA Store 它发出来的球衣 那么一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盒子 但是大家看到我这个盒子 惨不忍睹 它卖家直接就是拿这个盒子 外面拿这个玻璃胶把它封起来 铲起来 然后在上面贴了一个我的地址 就拿这个东西就直接寄给我了 我之前也有在我的朋友圈当中看到 有一些朋友问人家买鞋 他们就直接拿这个鞋盒的这种盒子 直接就拿风箱弹缠起来 上面写一个地址就寄给你了 我就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 但是正好被我遇上了 那也没有办法 那么这个可想而知 这件球衣这个卖家肯定是不带肩 根本就不爱它 所以才会把它卖掉 但anyway被我买到了 以后这件球衣就跟着我 好好的跟着我 那么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Fanaticas的这个 它的这个logo是一个小红旗 然后是它的名字 那其实大家如果喜欢这类球员 球衣的话 其实也可以经常上Fanaticas这个官网上面去看一看 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新的球员 他签了名之后拿出来卖的 像我知道的前段时间就有Denis Roderman 他又签了一大批的东西 Shakir O'Neill又有一些新的东西都签过名 有放上去卖 那么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经常关注一下 当然我这次呢这一件球衣呢是来源于一个私人手里 那么这件球衣呢大家可以看到 这件球衣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具有纪念价值的 为什么呢 这件是诺威斯基新秀赛季的球衣啊 这件是一件Mitchlin Ness的球衣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下摆 上面是有年份的啊 诺威斯基是哪一年进NBA的 1998对1998到1999啊 那么他这个是他新秀赛季的球衣 当年的达拉斯小牛队就是穿这样子的一个客场的一个队服啊 其实呢有很多朋友他们经常会问啊 就是这种签名球衣我买主场的好还是客场的好 但是呢我经常跟很多朋友是这么说 当然第一看你自己喜欢 但是呢我不得不讲啊 主场的球衣基本上都是浅色为主 或者以白色为主啊 如果你考虑到长久保存的话呢 有可能还是客场的会容易保存一些 因为客场都是深颜色的 白色容易泛黄啊 但是呢有些朋友就觉得 哎呀我都买一件球衣的最好还是买个主场的 这个所以就是说要看你自己喜好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Mitchlin Ness这个品牌呢 我有可能之前没有跟大家讲过啊 它是在美国啊 Folando啊就是美国的费城啊啊 地区的一个一个品牌啊 它是专门做这些复古球衣的复古球衣啊 所以这一件版型呢 有可能就是啊我们所说的SW 就是Swingman 但是他们家的Swingman的用材啊 料子各方面的做工 其实个人觉得都是在球衣这个啊 产品当中属于比较好的 其实我个人很喜欢Mitchlin Ness的球衣 包括我现在今天身上穿的这件皮棚的 也是Mitchlin Ness的球衣啊 所以说其实他们家的球衣非常好穿啊 然后呢我就觉得呢质感也非常好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签名的部分啊 给你们拿个镜镜 它是把这个签名签在1上面了 然后上面有个41 是他的球员的这个背号 然后呢是他的签名 底下呢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像 有一个旗帜一样的啊 上面是有很多很多的号码 还会有个二维码啊 这个呢就是用来啊 就是鉴别他这个球衣可以认证的啊 经常我会跟大家讲到一些啊 比较正规机构发出来的产品 他都是可以到网上去做认证的 所以呢你可以到Fanaticas的官网上面 把底下这个序列号打上去啊 你就会看到他会上面跟你写的 这个是一个什么产品 是一件衣服还是一张照片 还是一个篮球啊 或者是什么别的东西啊 然后呢是谁的签名在上面啊 这样子呢一般来说呢 你两个东西这样就可以对起来去认证它 这样子你就可以知道 你买的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啊 那么这件球衣呢就给大家说到这边啊 现在再回到这件哥比的球衣 哥比球衣其实已经给你们做过很多期了 这件球衣呢我看了一下是 2000年到2001年的时候发的球衣 你看老的球衣就这点好 他的球衣的发售都会有一个小的标在这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件球衣是2000年到01年时候的啊 然后呢通过下摆呢 你们可以看到这件球衣是啊 就是一长加四的版本 然后46号 其实年轻时候的特别呢都是穿46号 这46号就是他本人的尺码 球员的尺码啊 然后这件球衣会有点不太一样 他不是官方发出来的东西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吊牌都还在啊 今天呢好不容易找了一天白天的时间 给大家做开箱视频啊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来自然光下 这个吊牌都已经泛黄了 并且这个上面大家还能看到他当时的价格220美金啊 如果上面小的字你们能看清楚的话 他上面轻轻足足写着啊 这是一件Nike ProCut 啊球衣啊 所以这个是完完全全的一件球员版的球衣啊 并且就是球员上场打比赛的球衣啊 然后呢这个球衣啊 当时都是在萨尔瓦多生产的啊 萨尔瓦多底下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因为字比较小担心你们看不清楚啊 就是在底下这个Body Lens加4上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萨尔瓦多生产的啊 然后这件球衣呢 后面也是带有科比的签名在这边啊 那么这个这种球衣呢 我给大家稍微讲一下它的来源是什么 之前你们看到我做的那两期科比8号 那个都是美国UDA发售出来的 是一个比较官方发出来的东西啊 那么早年的科比呢 它是跟UDA是有合约在身啊 它是要帮他们做这些签名的东西 包括签名的球星卡之类的啊 据我所知呢 科比呢当年也会跟一些别的机构啊 做这种签名的这样子一些往来啊 那么它的主要合约呢 还是在UDA为主啊 其实市场上大家还是可以找到一些 早年的科比啊 UDA签名过的球衣 就好比上次啊 我给大家展示的那两件啊 那么也可以看到一些它签过名的篮球 也是来自于UDA的 包括一些签过名的照片 也是来自于UDA的啊 其实UDA在美国是一家非常大的公司啊 那么大家都知道 好歹科比也是一个球员嘛 所以说呢 他在打比赛的时候啊 或者在赛前热身啊 或者训练的时候呢 都会有很多很多球迷去等他去看他啊 所以呢 其实市场上呢 会有很大一部分的东西呢 是在那样的情况下 科比帮球迷签上去的啊 就好比这一件球衣的签名 就是这个样子啊 当然我当时跟啊 这位卖家就是聊的比较多啊 那他也把整个过程告诉我了 他也说他当时是去看科比啊 去啊那个热身去那个做练习的时候呢 他有啊遇到科比帮他签了这样一个名字 然后他也跟我说当时这件球衣呢 他是直接到Nike的店里面去买的啊 他当时买的那个呢就是最贵的那个版本 就是我们的PC这个ProCut这个版本啊 然后当时呢 他说这个球衣还挺贵的两百多美金买的啊 都没有打折 他当时都跟我说这些细节啊 然后呢 他说呢 他拿到这个签名之后呢 他有去找这个机构啊 就是我之前在视频当中也有提到过的这个 以下大家可以看到PSADNA这个机构啊 这个机构跟我之前上次那件纳什的球衣是有点类似 那个机构是叫JSA啊 他们都是给大家做这种后期认证的这样一个机构 那么这个呢 证书非常老啊 其实这个字都有点泛黄了啊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在这边呢会有一个他的他的这个照片 其实我的这件科比这个球衣这个这个签字啊 还是比较容易辨认的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他整个签名完了之后 其实是有点签到外面这个黄色的这个上面啊 所以说这个照片是能对应上的啊 对能够对应上的 然后呢 中间的细节部分呢 我就不给你们多啰嗦了 反正呢 总之呢 他就认为这个签名是一个真实的签名 并且我在这边可以看到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证书是在2002年的时候啊 6月21号的时候去做的证书啊 所以这些细节方面的东西呢 我个人认为 当然这个东西就是我个人的一个鉴别的一个能力啊 就是我个人认为这些细节都是对得上的啊 他的他讲给我的故事是可以啊 串联成整个故事 我认为他是符合逻辑的啊 那么第一这件球衣来源于2000年到2000年到2001的这样一个赛季啊 那么多数时候他买这个球衣应该已经是在2001年了 那么他拿到签名之后 然后再去找这个PSA做这样子一个认证 是在2002年对2002年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OK的 对我来说都是可以的啊 并且啊 PSA也好 JSA也好 这些机构都是我很认同的机构 是我认可的机构啊 是我个人会愿意买他们产品的这样一个机构啊 那么其实据我所知呢 早年的时候在2000年头上的时候 其实PSA这家公司的名气会比JSA再大一些啊 最近几年JSA的名气啊稍微好一点 稍微做大了一点啊 那么在2000年头上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去找PSA做的认证 所以这些呢 我认为都能串联起来 所以呢 我也就毫不犹豫的下手买了这件球衣 因为我觉得这件东西是比较靠谱的 因为其实很多人他们都不太了解啊 一件签名球衣的价值在哪里 其实大家有可能都忽略了 大家有可能都误解了 他们都以为签名的价值非常非常大 但是我想告诉你们 其实这件球衣的价值要大于这个签名的价值 因为这个版型的球衣本来就非常少 它不太容易被买到 那这个球衣呢 当年呢 被买到完整的保留到今天 连吊牌都有的情况下 我就觉得这样的球衣非常非常的难得 因为这个球衣现在不可能再生产了 你也不可能再买到一件新的了 大家想象一下这些乔丹的鞋子 它隔个四五年它会重新复刻一下 隔个四五年可以重新复刻一下 这个东西从来不复刻的 这个东西不可能再有了 这个Nike这个版型不可能再有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 有可能大家有一点误解 一个签名球衣的真正的价值在哪里 那么今天呢 主要呢就给大家讲解这些东西啊 然后呢 在后面呢 也会给大家穿插一些照片啊 有可能现在你们已经可以看到 我最近呢 把我两件球衣 一件奥尼尔跟一件科比的球衣啊 去做了一个镜框啊 然后呢 准备放到家里啊 当时做完之后呢 拍了一些照片 觉得非常好看啊 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啊 那么最后呢 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频道 喜欢我的视频呢 不要忘记点赞与分享 切记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子呢 我每次有视频发上来的时候 你就会第一时间看到 那好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